谢之远 在学校爸爸会不高兴的 谢小夏说他要去上海 他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那个朋友在上海有一个酒店 谢之遜给保评审打了一个电话 最后保评审同意小夏去上海 晚上谢之遜在路上吃饭 跟老感一起聊天 许红豆扫上起床后 大妹做了早饭 她们一起吃早饭 许红豆说大妹做的面条很好吃 她的朋友为红豆做什么工作 红豆说她以前在酒店工作 红豆坐出租车去商店买东西 谢小夏给老师说她要去上海 看看那边有没有工作 老师说你去吧 老师不太高兴 红豆喜欢喝茶 她去长夜店买茶 她回家的时候 看见两个小孩子在路上玩 回家后她常常打开电脑 看电视剧 中午 马爷请红豆喝茶 马爷为红豆喝什么茶 红豆说都可以 他们一起喝茶 一起聊天 那天 红豆喝了两杯茶 许红豆的妈妈给许红豆打电话 可是许红豆的手机坏了 她的妈妈给谢之谣打电话 最后妈妈找到许红豆了 红豆的大姨想问问红豆 上海有没有便宜的酒店 谢之谣知道小夏的老师不太高兴 她来到老师的家里 跟老师一起聊天 一起喝酒 老师说 以前她有很多学生 现在她的学生很少 我许红豆的家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